伊波拉防护装备大解码 网上流传的这张图片问你怕没 怕在桌上的就是日前怀疑感染伊波拉的尼伊利亚男子了 医护人员来到之后 在完全没有任何保护装备就护送他去医院 如果他真的患有伊波拉的话 是这个人口密度这么高的香港 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呢 以上的画面令到不少人都担心 香港根本没有任何应对伊波拉的预备 昨日卫生署与卫生防护中心就急急走出来交代应对方案 尼伊图就是医护人员在急症室所需要穿着的全套保护衣物 有一个防水的帽子 接着有一个面罩 以防病人员吐吐吐的时候会刺到医护人员的眼睛 让医护人员工作起来也方便 他们有解释疑似个案的定义 包括是病人有发烧和出血症状 又或者是病人突然死亡 另外会看有关人士是否来自受影响的地区 和接触过确诊伊波拉病毒的病人 各样都跟随了世卫的标准和指引 看到这副装备 有没有令你对香港应付伊波拉重拾信心呢